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一,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视频。 专家称,美股有望暴涨46%,达到8000点。 市场分析师表示,在2030年以前,随着牛市在咆哮的20年代继续下去,标普500指数,将触及8000点。 亚德尼研究公司总裁亚德尼表示,美股牛市肯定会持续到本世纪末, 在一份报告中,这位总裁重申了他对美股的看涨预测。 他预测,到2025年底,标准普尔500指数有望达到6000点,到本世纪20年代末,可能会涨至8000点,意味着标普还将上涨46%。 他表示,一系列利好因素将助其实现这一目标,并指出,在他看来,咆哮的20年代又回来了。 他表示,鉴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美股看起来正处于良好的轨道上。 美国亚特兰大联储经济学家表示,尽管人们担心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但美国经济仍在继续扩张,预计本季度GDP将再增长3%,强劲的经济环境,提振了人们对企业盈利的信心。 华尔街对未来12个月的盈利预期目前处于历史高位,反映出预测者的乐观情绪。 此外,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潜力越来越兴奋,在过去18个月里,人工智能推动大型科技股稳步走高。 亚德尼说,人们对人工智能非常兴奋,而科技公司也公布了相当惊人的收益, 他指的是英伟达和甲骨文等公司的巨额利润。 他补充说,技术革命方面的消息仍然非常令人兴奋,我认为这将推动本世纪20年代美股的蓬勃发展。 然而未来一年,股市仍面临一些风险。 他说,如果股市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上涨,市场有20%的机会出现融涨或崩盘。 这与其他预测者的观点一致,他们警告说,在长期的出色表现之后,市场可能会出现回调。 大摩说,美股存在三大风险,继续推荐抱团或防御。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Michael指出,当前美股主要面临三大风险。 一是通胀和经济增长重回上涨轨道,导致美联储重新考虑加息。 目前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似乎都已将这种结果的风险降至最低。 我们预计,增长重新加速的结果将导致股票涨势扩大至小盘股、低质量消费周期股、地区性银行、运输等过去两年表现较差的板块。 目前还不清楚这对标普500指数是否有利,因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拖累科技巨头的估值。 第二,流动性状况恶化,导致资金从股市流出。 这方面的一个主要风险,与政府超长赤字的资金来源有关。 国债期限溢价是监控这一风险的好方法。 目前国债的期限溢价仍接近于零。 如果期限溢价像去年秋天一样上升,我们预计美股将普遍下跌,只有少数股票能表现良好。 鉴于目前流动性较为充裕,逆回购以及美联储开始逐步退出紧缩市场,紧缩的政策。 目前流动性这块并不令人担忧。 第三,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恐慌,足以将糟糕的经济数据转化为对整个股票估值不利的消息。 我们认为这是美股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优质大盘股以及防御类股票的表现可能会更好。 他指出,经济增长意外指数今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美国大规模财政支出和紧缩利率政策正在对公司和消费者施压。 这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竞相追捧少数在这种环境下表现良好的公司股票。 除非债券市场通过提高期限溢价来反弹或者经济增长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放缓,否则我们预计这种少数股票上涨,多数股票下跌的状况将持续下去,因此我们继续建议持有大盘优质的成长股和防御型股票,同时淡化周期股。 跌跌不休,美国比特币ETF连续6天竟流出已跌破6.3万美元,在数字资产市场创下2024年以来第二大单周跌幅之后,加密货币的损失正不断累计,反映出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需求的降温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数据显示,在截至周日的上周七天内,最大的100种数字资产下跌约5%,为4月以来最剧烈的跌幅。 美国比特币ETF遭遇连续6天竟流出。 周一加密资产领头羊比特币跌破6.3万美元,创下一个多月以来新低。 比特币在今年3月创下了73,798美元的记录,但本季度表现却落后于股票、债券和黄金等传统资产。 加密货币出现裂痕或源于市场对美联储从20年高位迅速降息的空间产生了怀疑。 部分分析师认为,数字资产的回落是对更广泛风险偏好的警示信号。 一位研究主管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前加密货币市场动态的特点是波动性低,交易量疲软。 当价格开始向区间边缘移动时,订单部就会失去平衡。 其中,部分数字资产跌幅尤其明显。 以太币和Solana分别创下自去年和2022年以来持续最久的连续周度下跌。 与此同时,多家基金公司正筹备推出首批直接投资以太币的美国ETF。 Solana最近也是多家数字资产对冲基金的最爱,而依然未能阻止跌势。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微的下跌,微微的波动。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处于一种相对疲软的状态。 那由于我们是顺势预期者,但是呢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市场的疲软。 所以现在到底涨还是跌呢? 那这个位置目前至少是一波非常微小的回车了,对吧? 那么多头的回归呢,务必要有新的阳线出现。 是吧,有没有可能下跌?有啊。 因为这个涨势疲软就意味着要洗一下盘哈。 只不过现在这个美股的多头极为的疯狂。 它究竟要怎么洗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我们在日线图上也没有看到持续强劲的空头啊出现。 所以呢,多头可以再观察一下啊。 因为啊,猜一个绝对的顶部是比较难的啊,是比较难的。 我们也不去猜,我们也不去追求完美的利润,对吧? 不追求完美的利润。 那如果它出现一些进一步的一些阴线信号,这就表明啊,回撤啊,有可能会较为明显。 但你看现在这个K线,呃,对吧? 这,这空头到底想怎样啊? 这个,看不出来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侠式图。 四侠式图呢,反倒下跌确实有点明显。 但如果接下来进一步下跌呢,表明回撤正在进行中。 啊,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四侠式图实际上最陡峭的趋势线已经被向下破位了,对吧? 所以这里至少是一个窄幅横盘震荡。 也就是说空头是弱势的表现啊,多头呢,也是在这里疲软的震荡。 那如果今天美股交易时段呢,出现一个强劲的这个阴线,那多头就会啊,这个在边上等着了啊,等着新一波下跌的一个止跌,再去考虑是否做多了啊。 所以我们看到美股实际上啊,近期呢,我觉得洗盘的运动啊,发生的概率会较高啊,而持续的暴涨实际上啊,已经有点难度了哈,对吧?啊,有点难度啊。 尽管现在这个日线图的空头还是相对疲软,但现在已经表明正在洗盘过程中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些热门龙头啊,给出回撤的可能性就可以了。 也不要再去纠结啊,一定会怎么样。 那尽管远期美股还得涨啊,但是啊,短期一些回调也应该是不可避免啊。 好,我们再继续观察这个图啊,比较难以去判断啊,它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罗素小盘股,小盘股也是在这里横盘很久了哈,那么多头要注意啊,如果出现大阳线的话,看看小盘股会不会给出一些,呃,局部波段交易的一些机会。 那么今天盘前呢,也是微微的波动啊,它在这里振了好久了。 嗯,我们看一下道指,那对于传统物来说,应该是在正在走一些漂亮的波段啊,对吧,我们应该继续往上看啊,看看能不能长到更高的一些位置。 那么标普综合来看,也是一个窄幅横盘,那么对它的解释呢,和纳指类似哈,那如果出现强劲的阴线无法收起来,新的一边回撤就比较明显了。 像这么疲软的话,你不得不怀疑空头啊,在哪里,是吧,空头在哪里。 好,这是对于大盘的一个预期,我们看一下VIX,VIX呢,稍微有点往上谈了一点点啊,不过仍旧处在相对低的一些区间范围内。 因此呢,可能市场目前也认为大盘,呃,美股大盘目前是一个微弱的回落,微弱的一个回撤啊,回落,对吧,回撤。 对它来说,如果不出现特别大的暴涨啊,可能大阴线就给不出来,对大盘来说啊,印证着看一下。 呃,那么美元目前也是偏一个无需震荡的情况啊,在复震荡行情,对吧,嗯,好。 好,我们看些热门的标的,呃,那对于区块链领域,我们在上周复盘的时候特别叮嘱了一下,比如说IoT哈,那如果接下来跌破这个支撑区域,大家还是要选择止损离场。 因为它已经不再走强劲的牛市了,呃,事实上啊,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啊,最近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它一直在这里疲软的震荡,那虽然我们是希望它能继续恢复到多头啊,但现在,呃,目前还是比较疲软啊。 那在这区域尝试新一轮做多头波段的交易者就要注意,跌破一些位置可能要考虑离场,对吧,刚才我们看到,呃,区块链领域也是有一种疲软的状态啊,不断的在下跌啊,那作为它相关的这些啊,资产的标的呢,也要注意。 行吧啊,长时间震荡确实是我们第一假设是上涨中继的意思,但如果一直不涨的话,还是要提防一下,因为市场啥事都有可能发生啊,它在变。 啊,我们把这个coin也同步看一下,如果coin呢,在上周五已经有明确的这种啊,下跌,那么今天盘价又跌的话,大家要提防它疲软震荡的可能性,或者是深跌的可能性。 我们说这种直勾勾的图可以是双向的直勾勾,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它的仓位。 同时呢,画好新一波下跌趋势线啊,等待止跌的架构再去做新一轮的做头。 那如果在下方的支撑区无法止跌呢,那就是暴跌,对吧。 所以啊,我们地域其实先假设它在这两根横线之间进行震荡啊,你不要抱侥幸啊,那么如果跌或这个支撑区的话,应该彻底离场。 市场的风格在切换啊,不过呢,对于加密货币领域,比如说比特币相关资产,它这个暴涨暴跌啊,也没什么太大的逻辑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说一定会怎样。 那如果这真是双重顶啊,你要提防景线向下破位就不得不离场了。 好,这是加密货币相关的资产。 我们看一下AI领域,我们先看这个PLTR,PLTR最近两个加密货币也有一点疲软。 那么如果市场整体风格都倾向于疲软,大家还是要提防一下啊。 这个位置呢,长线趋势线还没有被跌破,但短线呢,在当前的阻力区还是遇到了一些抛压。 那么接下来多头需要关注多头回归的一个力度问题,那如果持续不给出漂亮的阳线啊,那表明此阻力区非常的强,多头不愿意再拉升了啊,那将继续恢复到至少是震荡行情。 对吧,那如果它跌破一些长线趋势线啊,应该进一步减仓,跌破支撑区最下面这个横线对用的支撑区应该彻底离场。 那现在呢,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因为下方毕竟还有趋势线和水平支撑区的一个支撑,观察一下多头回归的一个情况。 不要去纠结这么一两根波动啊,有时候呢,不容易判断一两根几根黑线的一个选择。 我们看一下伯通,伯通今天盘前有点微弱的反弹,不过当前是一波回扯啊,已经啊,这个确定无疑了,对吧,换一个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你看,它这个下跌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漂亮。 那今天盘前有点反弹,我们看它反弹的一个基本情况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支撑阻力区吧。 行吧,看一看,它即便反弹再回落的情况,是吧,那如果仅仅是一个弱势反弹,可能就是一个下跌过程中的一个B浪啊,A浪,B浪,然后C浪再来一下。 那有时候呢,C浪会演化成小C浪,演化成小C浪的时候呢,要看直跌的力度,直跌力度强的话,就有可能这波回射就是一个横盘震荡吸盘了,是吧,那如果反弹力度不足,空头再次强入场,那么支撑区就要往下边调, 这是一个深度ABC了,甚至是ABCDE,也就是五浪下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洗盘架构呢,可深可浅啊,它也是热闻龙头,要注意它反弹的一个情况。 如果反弹上去,在明天,比如说回落再止跌,强劲止跌,就应该加仓,我们再看日线,实际上日线啊,空头还是比较强啊,在前两个交易日啊,所以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的止跌注,是一个问号,那如果反弹一下,立刻就暴跌,就表明仍旧是减仓位啊,那么后续等一个深跌止跌再说。 好,这是博通,我们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他实际上在日线头上啊,空头还是相对较强一点啊,在短线范围内,注意是短线范围内,那么长线呢,先不要想那么远啊,那么短线范围内呢,目前是一个偏空头的一个状态, 因为陡峭的球线被破位了,那他也存在是横盘洗盘还是深跌洗盘的这种选择,是吧,所以啊,你不妨呢,也可以一些位置,那这些位置呢,可以作为你进一步减仓的一些位置,对吧,哎,发现指跌跌不动的时候,再看看指跌情况,指跌之后呢,再去加仓,我们看一下他的一小时,哎,你看这小时,到底是啊,深跌呢,还是这个,呃, 还是在这里横盘真的啊,他和,和伯通有类似的特点,对吧,和伯通,和伯通有类似的特点,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指跌的强劲程度,行吧,对于龙头股的判断呢,一向是比较微妙啊,因为市场比较疯狂,你看之前这些下跌,他就是前跌一下,啊,或者是横盘一下啊,嗯,究竟会怎么样,大家还是保持开放的思路吧,因为这东西,谁能保证一定会怎么样的, 是吧,你只能说啊,跌破你的心理防线,你要减仓啊,然后后期咱们再找一个指跌位置,再加仓就行了,咱们再看日线,是吧,嗯,这,这,这,说实话啊,对于这,这个唯一这么浓头,咱们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一定会怎样,那比如说有人看均线组的,就有可能认为就不想卖,对吧,那我们看直线的就比较敏感啊,他跌破了,就是跌破了, 啊,接下来看回撤的深度的问题,啊,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嗯,我们看一下戴尔科技也是如此,戴尔科技呢,啊,反弹之后啊,有了一定的回落,那估计接下来还是要震荡了,行吧,这是日线图, 超微电脑呢,超微电脑也是如此哈,那他本身他比较中性的一个预期呢,就是这样震荡,行吧,对于超微电脑的一个预期,因为行业整体疲软的话,他也就不不拉伸了,不启动了,啊,他就继续震荡,那底线肯定是支撑区了,跌放支撑区还是要考虑离场,或者是减一定的仓位,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跌跌破啊,目前没有看到这种迹象, 我们看一下苹果,啊,苹果这波的回撤和博通是比较相像哈,大家,啊,也可以画一个局部的下跌出现,看一看接下来只跌的一个力度,看一下一小时图,你看,是吧,他是一个偏震荡下行的一种走势,那么一小时图只跌出现右侧点位再去建仓,或者是加仓就可以了,那如果他跌得很深呢,啊,先看一下,因为什么,因为下方这个支撑区啊,他还是比较强劲的, 啊,再看一下,好,这是对苹果的一个预期,我们看一下李来,李来呢,微微有点小破位的感觉,看一下一小时图,嗯,微微有一点,你看吧,最陡峭的,趋势线,啊,微微下破,反弹,再下砸,那如果今天又是出现强劲的阴线啊,比如说在一小时图上, 啊,这理论上就是一波回撤,嗯,但是我们说啊,这种强劲的龙头骨啊,他这个,他这个意愿啊,不一定像普通骨那么强烈啊,所以在日线头上,如果今天能收出阴线来,也有可能是一波回撤,啊,目前呢,还没有这样强劲的阴线,这我这天是一根十字形小K线啊,空头不够强,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纳指, 其实空头也不是说太强的,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也就是说现在的多头乐观的情况,概率也较高啊,啊,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特斯拉目前空头不是太强啊,那今天最好来一根大阳线啊,这样的话就直跌了,你看空头他实际上也不是很强,一直在这里震,人家多头还往上走了呢,所以这个空头呢,怎么说也不是太强,嗯,我们再看一个龙头, 你看人家亚马逊人周五还是上涨呢,上周五,对吧,所以你说你怎么看空美股呢,你看,你不能看强苦,都看一些回撤,你看这些龙头股,他每一个图他都不一样的走势,你都要区别对待,行吧,区别对待是比较好的一个态度,思路,我们看一下HOD,HOD他也是,他也没有想深低啊,他就是,他就是震荡上行,看到吧,啊,我们把这趋势线,其实最陡峭的趋势线是, 更局部波段交易的人用的,那这长线趋势线也是最终的底线吧,长线趋势线是最终的底线,好,今天周一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些啊,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思路,区块链领域要注意一下风险就可以了,半导体领域不一定咋样的,啊,深跌也有一点难度,啊,我们盘后呢,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表现,欢迎大家成为会员,盘后再见。